哈囉大家好,我是飛 這次是臨時的一集 在上週4月16日時 有一個虛擬貨幣 叫做狗狗幣 它在24小時的漲幅高到250% 這種漲幅在投資圈出現的次數 應該用手指都數得出來 那我認為這是非常值得拿出來 跟大家做討論的 因此接近來跟大家聊聊 這個狗狗幣它的起源 爆發原因,還有我認為 作為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它的起源 狗狗幣的起源主要是 根據2013年的一個網路迷 Mieno 一知名為Dog的 柴犬梗圖而來的 是來自澳大利亞的品牌營銷專家 和IBM的工程師 Billy Marcus所創立的 當作只是因為好玩 還有作為比特幣的改進示範 而創立的電子貨幣 但從2013年12月6日 它發布之後 很快就在電子貨幣的社區中 流行開來了 狗狗幣的總發行量為1000億 那窩完後 每年會增加50億 據非小號的官方顯示呢 目前總量大約是1100億 市值約51億人民幣 那創作者希望通過巨大的發行量 從而減少少分對幣值的操控 那也正是因為Dog的發行量很巨大嘛 所以在各大交易市場中的價值也相對蠻低的 但儘管它相對價值很低 但狗幣依然是全球的網紅幣 它流行程度絲毫不比比特幣還要差 那國外只要是支持比特幣支付的應用呢 幾乎都會支持狗狗幣 狗幣在發行一年後 客戶團地址數就達到160萬 是萊特幣的5倍之多 客戶團的活躍地址數 我們來比較一下 比特幣是19.6萬 狗狗幣是8.3萬 萊特幣是1.1萬 狗狗幣國外推特的關注數 只有15萬多的用戶 是比特幣的1.7倍 萊特幣的6倍啊 臉書的點贊數呢 則是按比特幣持平 甚至遠超越萊特幣 日增市的交易量 長期就雄近在虛擬貨幣的前三名 算是個很常被交易的虛擬貨幣啊 在2018年後呢 它的價格 就隨著其他家庭貨幣開始大起大落 不過真正讓它爆紅的 還是在2020年 來自多位名人的家史 例如NBA球隊老闆 達拉斯小頭隊 他老闆酷安 就表示 欸 他願意接受球迷用狗狗幣 來購買球賽門票 或是商品 哇 我可以拿狗狗幣去看NBA球賽啊各位 但 但他的價值暴漲最大功成 還是特斯拉執行長 穆斯克 他曾經多次在他推特上提到狗狗幣 推升加密貨幣不斷地衝高 最近一次是在十五日時 他還推特上寫著狗狗在月亮上狂飛 欸 一直的 這個人氣高漲貨幣 該一飛充電吧 那就是因為他這句話呢 在他推波柱欄下 在美國最受歡迎的虛擬貨幣交易手 Coinbase 我們之前有拍過Coinbase的影片啊 他14日正式掛牌了 那在這個影響下 狗幣就再不限定一波猛烈的趨勢 吵起來啊各位 那在4月15日時 狗幣先漲了50% 欸 50%好像很多了齁 嘿沒有 4月16日他再度暴漲 24小時內漲幅一度打好250% 暴漲了2.5倍啊各位 最高觸及到0.47美元一枚 總市值一度突破600億美元 多少人因此變成百萬富翁啊 這邊要講一下喔 在2021年初 一枚是0.004美元 如果你是在那時候買的 到4月16日的最高點 他的漲幅達到了100倍 如果你是2020年3月13日 也就是狗幣的最低點 0.001158美元一枚來購買的話 他漲幅達到了405倍 哇靠真的是買一枚 漲400倍各位啊 你要1萬塊 就賺了400萬啊 所以如果你那時候大量買進了 恭喜你 現在已經財富自由了 你買10萬你就4000萬 你買100萬就4億啊各位 哇靠 整個人生從此不一樣 不缺錢啊 但是講歸講啦 講好像大家買了之後 一定會賺一樣 還是有一些事情希望各位可以知道 狗幣能夠充那麼高 完全是靠著他投機炒作 還有一些消息 就只是靠著推波助瀾起來的 他本身是一個三五產品 什麼是三五產品呢 也就是沒有價值背書 沒有技術特性 還有沒有應用場景 儘管他有跟萊特幣配合了 也有在網路上有一些使用 但是跟市場上眾多虛擬貨幣相比 狗幣在我們的所謂的 投資基本面上 可以說是完全上不了檯面了 然而在我們馬斯克 多次為他代言之後 他反而成為今年的一匹黑馬 雖然越來越多人看到狗幣 但作為一個投機品 狗幣還是有巨大的風險 各位要知道 在暴漲的同時 同時會伴隨著爆點 還有一個回調 然而目前 許多人購買狗幣 不是因為它的價格合理 而是希望其他人也會跟進 然後推高它的價格 之後就可以再脫手了 那回顧上 歷史上幾次大的投機泡沫 比如預計上泡沫 南海泡沫 那最後結局 都是一樣的 每個人都會認為自己 不會買在最高點 然後結果就突然 直接下山 最後全部賠一場公 多少的因子的破綻 所以我個人認為 目前的狗幣 已經屬於偏高點 不太適合各位進展 當然如果你想要小玩一點 因為畢竟一枚的價格 就算很高還是0.4美元 算成台幣的話 就是12塊錢一枚 如果想買一點 可能買個幾千塊 想說看它有沒有機會長 那也是可以嘗試看看啦 但是在影片最後 還是要提醒各位 猴資理財虛謹慎 一切交易請小心 好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囉 希望今天的分享 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頻道 有這樣的問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思考我的粉絲傳 跟我自己討論 我是雷 我們下次見 掰掰